深欢迎你的林秘书在来 谢谢 那个最后一排坐到前面来 你们不要离我太远啦 过来 最后一排到前面来 你们不要离我那么远啦 过来 过来 看我比较近的感觉 我那生得很坏吗 我如果林志玲 你就往前面坐 来 坐到前面来 坐头前 很奇怪 如果说要看电影 你都坐头前 如果要胸口都坐后面 学生时代开始养成的坏习惯 我电头 如果胸口都坐头前 坐头前听得清楚 坐到前面来 快点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快点 来 对 这个头前不错嘛 对吧 看我清楚有吗 有啦 比较大心 对 面有条线 你也都看得到 来 来 我们开始上课 好 请坐 好 来 我们掌 掌上课的重点在这里 掌上课 你就知道说 台湾有参加第一次世界第一次 还台湾建书 建书 所以 国民党 中国人给我们教的光复节 是福收八道 就没有光复节 你建书哪有光复节 建书哪有光复节 所以你要看 课本 小学三年级开始 的课本 这讲的光复节 现在都出销掉了 所以10月25号 光复节 以前跟我们说光复节时 都有在庆祝 但是现在呢 没有庆祝 现在渐渐渐渐 我们台湾民政府 很努力的上课 从中国人还是国民党 所下的历史 一一把他打破 台湾这个所在 实际上是要用建政法 来说明 既然这个土地 长相对跟你说得很清楚 叫马关条约 是应该带给别人 然后建政以后的 就这张和平条约 并没有从台湾再带出去 如果没有带出去 就是 这堂土地的收入款 会保持原来的人 刚才不是你的厨 你的厨 如果没买 英文也是你的 对不对 你的厨如果没买 假设啦 你税金交不去 要是税金这么贵 我又不去 我买买了 我问你 税关厨 妈年的税金担 要交给什么 这厨房你没有人 这厨房你没有人 你说我没人家 那税金这么贵 我怎么交不去 你就 台湾人拍摄说走路 但是税金担 开出来的时候 要开给什么 开给你呀 要开给什么 也是你呀 对不对 同样 这个主权是 日本天皇的 日本天皇 第四世界前 他后 没说要带给什么 现在要找寿主 也是要找日本天皇 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因为美国 建议以后 他外公 他没说是美国在孝顺这块土地 来孝顺这块土地 国际法里面 不允许他这样子做 以前的建经 在拿破仑的时期来 1830年1840年的时候 那叫做并吞 什么人建议这块土地 如果我检 这块土地是我的 但是如果全世界说 这样不行 这国际法说这样子不行 你谁打赢了 土地就是你的 这样全世界全部都变成美国的 美国现在很强的嘛 如果建议 他检下去土地都是他的 所以美国的国会 在 19世纪的初期 参众议院 有开会 说 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 参众议院同位说 美国从此 不再增加土地 但是美国人 有时候 我觉得他很赶紧 我说一个例子 1898年 美国跟西班牙建政 1899年 他建业 西班牙建书 西班牙建书 西班牙 挂四个土地 割让土地 一定是殖民地 才可以割让 他不能挂 西班牙 他本身的 固有领土 不可以 最多能挂 殖民地 西班牙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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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建书 古巴 伯多尼克 广度 古巴 广度 伯多尼克 和菲律宾 所以菲律宾有 一段时间 也是美国的 建书美国以后 古巴 经过三年 美国给他帮忙 让他宣布独立 伯多尼克到驾留意志 还是美国的 占领土地 美国还在宣布 布图尼克 你像布图尼克的人 会不会严重 你们觉得会严重吗 对吗 绝对不会严重 对吧 布图尼克的人 布图尼克的人 比台湾人更聪明 因为 去美国宣布 他觉得 不错 我们在 一年五百亿 美金 来你帮他援助 布图尼克的人 想说 来 我都别做工业 我一年五百亿 好像不错 所以 这个五百亿 他拿来 他1899年 一直到现在 较不独立 也不变美国的五十一州 也没那么多变 所以在差不多二十年前 美国打不住 美国跟博多黎哥说 等一下 我买账了 我买账 我买你 让你独立 博多黎哥说 我为什么独立 不说道 博多黎哥的政治人物 非常非常聪明 你说好啊 你愿不愿意独立 愿意跟不愿意 美国同意了 公投 政治人物去跟博多黎哥的人说 我跟您说 您同意的时候 您的好生要做兵 您的好生要买武器 您做生意都要交钱 要交水金 您现在这样说道会对吗 终于是 不愿意独立 folio 就是 美国全世界 这些全世界 外国证明 那井 斯坦 出平 因为减半岁嘛 还有变成五十一周跟美国都一样 你要独立吗 变成五十一周 但也没了 国家还没过 八年 十两年 这边美国比较聪明 你玩游戏 你从五十一周跟独立 放到底 你要五十一周还是要独立 要独立了 对不对 政治感到很聪明 再跟他们说 他回到五十一周 因为五十一周 美国在十九世纪初期 已经说什么 不增加领土了嘛 好 已经过了 五十二趴过 现在这个问题撒给美国 美国国会说 你是去笑的 我们已经通过说 不增加领土了 一直到现在 波多黎各 每天很快乐的在享受那个五百亿 我跟你说 台湾以后也会不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点争论的是什么 因为美国他叫中法民国给你占领 给中法民国好像是这个土地主人 其实不是嘛 台湾人不清楚你的管理嘛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去中法民国占领 但是 有冤析没办法逃啊 台湾人占领 每一次你示威 都去对示威 卡达格兰對不對 示威 你把他报过AIT 你看看 我不是跟你说 美国很厉害我 不是厉害我 很厉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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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美国没有清楚自己本身的地位 什么人是你的 把你控制的那些人 是美国啦 不是中法民国啦 中法民国很厉害 我们现在把他搞下去 他就理会了 所以美国现在面临很大的问题 他必须面临我们台湾民政府 有的人说 嗯 美国是要搞政策给你台湾民政府 我可以交给别人啊 你想可以吗 你令政府可不可以 因为 顾美国的人是什么人 台湾民政府 窗口是我们开的 美国要改革这个问题 要找什么 台湾民政府啊 官司也同样 你去控告某一个人欠你钱 美国那些官司 传说你贏 那些人要行钱要找什么 你如果想不想 要找什么 找你啊 你自己交的啊 当然要找你啊 对不对 那我去找别人 路边那些人说行李质 不嘛 因为人家找你嘛 这个很简单的理论你不要看 所以 越来越处理啦 因为 台湾为了争取自己的国际地位正常化 我们所针对的对象 绝对是美国 当然我们去鼓励 说他做反美啦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你美国爱照起工来 人家你说啦 美国在日本 等两个元主团 造成四十万人死伤 在台湾 等到蒋介石 台湾死 几百万人 所以蒋介石好像比原子弹更厉害 但是我们台湾人 他在1947年的2月28号 二十八十五天 台湾 脚打开 因为他台 你知道吗 二十八十六个人 你去看看 到警律 中华民国的报纸不敢 甚至也不知道 到底死多少人 郝博春说死不几个 你要相信吗 我问你 你都台湾人 你都很年轻 你都认识啦 死几个人 照着你这么大 要不怕 死几个人要公开 也不是 什么都不公开 死几个人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一个所谓 我给你付识 1947年 二月二月发生 近过十五年 因为 1947年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说 一九四九年开始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 好像白色恐怖 捏三万几个 怎么捏呢 那不说青红照白 你今天说一句话 不对 他再说 就 就让你不见了 所以 经过十五年 1962年 台湾有一个普查 人口普查 这是日本人 天然拆了 拆到有够好 人口普查的时候 升约会 那时候升约会 问 新政府的警务处 说 请问到底 你户口普查 人口是不是很正确 他怎么说呢 1962年普查的时候 就二月发生十五年 他说 有侯靠 没那个人 十二万六千人 十二万六千人 有侯靠 没那个人 靠到 在日本的建国神社 三万九千 尊四万 这样再差多少 再差八万人 再拆到一些 homeless 就是没房子 让你靠一万 这样再来 七万 所以我高级 最早是六千万人 现在我们不知道 因为 那时候台湾的人口六百万 平均 一百会死一个 以前的台湾人 很厉害 一个家族生 都要整十个 我相信 你们问我 你们老婆老母 阿公阿嬤 看有没有 所以那些人死去 你们家受影响 超过 十五个到二十个中间 所以全台湾 大家都说 怕 怕死是 特性 所以 你活在你的老婆老母 阿公阿嬤 会嘴里面 有听她说 小孩 有心不吹 阿公阿公 又听到 政敌不堂插 那不是 这两个人 你敢听过 請你牙手 我一百分一百 都在牙手 我也是同样 我四五年前 在胸口 我的妈妈八十几岁 要你跟阿公阿嬤 阿嬤 阿嬤 你不要紧 我哪有紧 我哪有紧 你不用烦恼 国民党不敢把我抓 她说 有娘不有娘 我有娘 美国在我的厚拼 喂 我代表台湾民主 跟美国 他说 我哪有时候 美国不找他 算是吗 因为全世界都会说 阿嬤 这人在情出人樊 阿嬤 你跟中华民国 你把他暗杀 你不是中华民国 那没有什么人 所以中华民国对我是 又爱 又恨 他没有我的法度 阿嬤 你不用烦恼 你如果参加台湾民政府 从来都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有什么人 这四年来的 所以参加台湾民政府 受到处分 有没有 没有 所以 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 台湾人的心态要改变 你不用怕 在这你要讨法律 我不是说 新台湾人的这本体是我生的 但是我也能跟你说 你在外面 你看不见 类似这个建政法的东西 建政法真的是很刺激的东西 我只能跟你说过 战争法是包括 海牙第四公约 日内瓦和平公约 红十字会的总章程 美国陆军荣署的野战手册 跟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那判例有100多个 美国如果参加建政 台湾都会有那个官司 包括我们现在在美国也是这个官司 中华民国对我们有一个方案而已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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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你知道 所以 到美国的时候 2006年 知道 我们在控告美国请你去唱 有厉害 国民党有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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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华民国对于台湾人 的资讯的控制 实在是很厉害 我们在3月12号 在美国起床一个记者会 那个记者会 全世界有多少人来看记者会 7千万人 7千万人 超过一千间的web site给我们转播 我们 只有在台湾民政府的官网上面看得到 其他国民党的布图 只有从来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天下太平 我们很趣 我们中天的政论节目 有一个中华民国的军官 那不是中将还是上将 他怎么说呢 我搞不清楚马英九在干什么 为什么已经没有兵源了 他还不增兵 他为什么不增兵 想说台湾人不用当兵了 为什么 你有搞过吗 你在台湾民政府你最后 台湾民政府跟欧巴马说 中华民国如果叫台湾人去做兵 我给你告去国际法庭 以战争法给你办 我们是去给他占领 给美国占领 给中国美国占领 占领者不得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去当扶兵役啊 你听得懂吗 所以马英九无论 他也不敢再给你恢复增兵 我给你保证啦 两年前我你说的时候 大家说我感恩 因为所谓的国王部 很多将领跟马英九陈情 说一定要恢复增兵 马英九死都不肯恢复增兵 是什么 美国在后边 你怎么增兵 我是去给你占领的人 我怎么就去找你做兵 你跟我是敌对 你是我的敌人 我为什么要去替你扶兵役 你知道吗 我你是在家啦 所以我们的学员都知道原因 是因为 我们控告美国 你违反人权 啊 再来 早上我有说过 这边的官司 你二月二月这个官司 三个月左右就会判 我就跟你说给你听 如果真的扑公 不是真的 一定会扑啦 中华民国的国籍 在台湾人身上的中华民国国籍 选拟我就有一些东西拿 选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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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見面 跟國防部 我喔 中華民國在選舉的時候 比選候選人 紅選的人 可以拿30塊 你知道嗎 可以拿什麼 他的政黨拿多少 50塊 所以選一個立法委員選一個總統的時候 蔡英文叫他賣了 他賣了 你覺得嗎 當然也沒有 拜託 選一次600幾萬票 一票30塊 買到2億了 拿下去稍稍 賣英文也是一樣 買到700萬票拿下去 2億多 免教授的 所以民進黨沒有一個 萬一說沒有要選 大家也要選 有30塊拿啊 政黨拿50塊啊 本來台人是已經要發起了 他現在一年可以拿5千幾萬 他可以活得很好 台灣人都可憐了 他就急 自己的監督 自己的老闆 都沒辦法 也沒關係 自己好就好 這是一個事實 美國剛開始不相信 他有那個事情 我不愛不愛 你去查看 現在他不敢說 所以說起來 台灣人真的很可憐 這個可憐是自己做成的 第一 所以你自己認為說你是中國人 你是中華民國人 來 說一個中國人 我們的祖先真的從中國來 你想想 你們家 現在剛才清明節 清明節過而已 你們家都有公媽 公媽媽媽媽有嗎 有嗎 有嗎 公媽媽媽媽你不要去清嗎 去清 因為我家我是長子 已經小時候 我們老闆都跟他說 過年過了 你就要去清那個公媽媽媽 公媽媽媽我打開 教導你 我爸爸是跟他說 我弟十七世 我家附近 所有的都是十七世 我就在想 我小孩也算很聰明 我就在想 奇怪 那剛好 我家附近都十七世 我問我太太 我說你們多幾世 他說我大11世 父親所有的都11世 我就知道我們這個家 我們家 我打開 我家朋友我去看 我們六爺 已經過世了 有我六爺 我阿公 我阿祖 我阿祖 又起床 攤座 四個來 又過 都沒有 掃夢的時候 跟太祖 太祖以前 都沒有 我相信你也都一樣 剛才清明而已 掃夢過 你們可以找到你們太祖的夢的走手 太祖的夢就沒有了 祖的夢有的走手 我比你們早上一歲 你自己想看 不太祖的夢 不太太太祖的夢也沒有 你說從中來 福說八道 媽給他便宜有一個異星叫做林瑪麗 女婦 她全部你跟她掃花 延會以後她跟你說 你的祖宣委就來 她下一次 中華廟給她禁止 不可以發 她在想想 台北的台灣人 都是原住民 八部族 在後台 來 你們家 大家 你家 家裡 私人又有 離婦 禁戀禮 一件事有嗎 有離婦 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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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婦離婦 離婦離婦 习惯啦 過身的時候 老母如果過身的時候 你的母親如果不夠 不能奉頂啦 對不對 這不是黑白說的 還有一個更大的 正義給你看 過年的時候 你們有拜地基主嗎 有啊 什麼叫地基主 你們拜不知道 五百百年齁 地基主就是徒利公啦 你們家徒利公啦 八部祖每年的過年 都在感謝徒利公 就是拜地基主啦 拜地基主的這個奉頌 是跟我們平普自由啦 中國沒有這個東西啦 我問你 你是從中國來的嗎 你如果從中國來的 你會拜地基主 不會嘛 對不對 中國來 媽祖啦 這都是中國來的啦 所以真的 你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 在拜地基主就給你證明說 你本身就是平普自由 我也是 很清楚的嘛 所以我們都受教育 會讀書給你管理 他在裡面說你是中國人 因為中國那麼大 大事要做什麼 我們建政輸 但是我們的人權 要去保持啊 這是我們來自法律的主要的原因 好 講到這個所在 國公都回來 我們有參加徒利市世界大戰 中國人 如果因為戰爭死去 放在哪裡 中烈池 對不對 中烈池有放在台灣人 很少啦 沒有一百個 台灣人 我如果跟你說一個題 你會嚇到 台灣人去當時 其實世界大戰 除了去南洋以外 還有一個台灣軍團 去哪裡 去中國 中國最近發表一個文件 台灣軍團有參加南京大屠殺 一萬多個人 你有嚇到嗎 這沒什麼機器 是很稀奇啊 台灣人就是日本人啊 日本人在已經四五年 四月第一 開始形線以後 台灣人不是台灣的 日本的軍服 變成日本兵 有掛階級 因為你本來是殖民地的時候 你不可以當兵 這是國際法的規定 但是這個土地 在1937年4月1號 日本天龍在台灣實施黃明化 以後 這個黃明化這個事情 日本人通常我實現還有兩次 一次就是在北海道 北海道本來這個所在是 原住民叫做愛女族大的所在 日本將這個北海道實施黃明化 什麼叫黃明化 什麼叫黃明化 就是叫我們想賀日紀 賀日本的風修 穿日本的衣 叫做黃明化 你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台灣 他還沒說黑白青 他這裡開始告訴你 要怎麼青 你不能看台灣以前很浪漫 後來台灣現在有這麼好的衛星 這麼好的灌溉 都是日本人做的 他將你當作 他自己的住民 所以才會投資在台灣的城區上 所以黃明化 1937年四月初開始 所以有全部百分之二十的台灣人 改生命 像我也是有改 我們生人 老爸改做武林 他家也是 他家 武 這個他家也是那個鐵 鐵仔的鐵 有很多人以前 柯文哲也有改 很多人都有改 所以台灣人在那個時候 已經全面的日本人化 台灣人跟日本人 是地位同樣 所以台灣軍團 萬幾個去參加 跟中國的戰爭很正常 但因為中國要統治台灣 所以他這段歷史 不要跟你說 給你結果是說 你戰而已 其實我們是戰輸的 台灣人間經四億後 放在那裡 政國神社 日本的政國神社 裡面有三萬 高清一百名 因為這個地方 你就看得出來說 我們台灣人應該是什麼人 日本人 但是因為中國人的救援 打我們的頭腦 洗到大家不敢說 我們台灣人是日本人 是因為日本竊戰台灣 什麼叫竊戰 淘汰 日本人說 怎麼有跟你淘汰 那是馬官條 你既然交給我 你如果說 違建精的時尊輸 所以要給日本 不是 不然日本 台青的皇帝 可以不要簽約 不要簽約 不要簽約就怎樣 又繼續打 讓他到消費為止 很清楚 對 所以 我這塊賀米 讓我們大家知道 說 第一次在世代前 跟馬官條的 那個一後 我們是 百分之百的日本人 百分之百的日本人 所以你不能覺得 日本人不好 但是我們現在是 來台灣人 跟日本人比起來 我們比他強得太多了 所以你現在再過 你又要聊到一點 你說 秘書長 你說我是日本人 我明天來日本 申請在那裡 很佛教 可以嗎 答案是不可以 為什麼 現在他怕的日本 和以前的大日本 有一樣嗎 沒有一樣 現在的日本 叫做 他的憲法 我們是1945年4月1號 台灣實施明治憲法 現在的日本 是在建經以後 麥克拉社改變憲法 實行的憲法 叫做和平憲法 憲法不同 共代表國家不同 這有共的台灣人 唷 全國都聽了一半而已 去日本要申請 佛教 日本說 No 他是和平憲法 我們是明治憲法 鬧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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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說理由 你別人說鬧得更大 就大 對不對 我其實問這個 這問家 我說誰更大 你連說爛 我們比較小 我不會問 對不對 你都捏我的話 我們更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更大的問題 你們知道 馬管教育 台灣是殖民地 那時候日本是大兄 如果要實施明治憲法 我們是二兄 老二 紅地一老二 但是大兄 建政死了 因為去賣客 所以他拾不起來 改變憲法 所以現在日本全都要到的 所以現在日本是什麼 山地 我們更大 所以我跟日本人說 我們去祭拜建國聖略 日本人要跟你們打 我可以你站後面 因為 這是日本人 我跟他們說 你是第三 他說為什麼 我告訴你 大家哈哈大笑 他說 你說這有力 現在日本人經常來 我們這裡最高 尤其我們現在 建政法 日本人沒有去研究 我們有研究 我們現在關日本是關到那邊去了 所以你要有志氣 你是日本人的大兄 不是 二兄 大兄竟然過世了 現在放在中國神社 我們是二哥變大哥 明天繼續說 謝謝